寬山披上雪白 外衣民眾興奮開車 提前上山追雪 結果因為沒有雪鏈 被困在山上動彈不得 一台台的車挨著山壁 還有車輛直接停在路中 進退涼南 民眾只好下車等待救援 和寬山21號上午 突然下起冰線夾雪 許多提前上山的遊客 沒帶雪鏈 車爬不上武嶺 十幾台車就這樣被受困 在水晶宮路段的陡坡上 熱心民眾綁上強力拖袋 協助救援 警方互報也立刻協同 專人上山幫民眾加掛雪鏈 全台掀起追雪熱 民眾上山賞雪 還是要記得加裝雪鏈 評估車輛性能再上山 另外在花蓮22號 晚間發生一起自撞車禍 暗炎裡道路失華 事故現場正下著大雨 一台鄉行車 車頭整個撞爛變心 車門不見蹤影 地面上滿是碎玻璃 警銷互報趕到現場 將駕駛台上單駕 松衣搶救 這名二十一歲的黃信駕駛 二十二號下午 載著友人行進台九線時 不勝失控撞上路樹 附近民眾聽聞巨大聲響 趕緊出來查看 所信兩名乘客脫困後 意識清楚在副駕駛 住的軟性男子雙腿骨折 松衣急救都沒有生命違憲 詳細肇事原因 警方還在調查 記者劉己嬌 林一彎花蓮報導 警方還在調查看 到校時 Behind the 電視音的記者